近日,新冠病毒变异株奥米克戎在全球范围内相继出现,引发关注。 12月1号,香港大学宣布成功从临床标本中分离出新冠变异病毒奥米克戎毒株。 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陈宏林表示,这是亚洲首个研究团队成功分离和培养奥米克戎毒株。 分离出来的毒株将可用于开发和生产灭活全病毒疫苗。 然后会进行各方面的研究的一些工作。 同时也正在跟内地的一些疫苗生产公司进行协商, 就是说利用这些突变株可以进行疫苗的开发。 然后可能后面的应对疫情的发展, 需要用一些突变株作为疫苗来进行加强。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做的工作。 然后希望能够再对疫情控制做到我们的一点点的贡献。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袁国勇表示, 随着防疫政策的落实以及疫苗的普及, 现有的防疫措施仍然具有效用。 他督促市民尽快接种第三针疫苗。 现在我们做的呢,其实已经真的很好了。 那你看过去那五个月呢, 我们基本上都是清零的。 所以我觉得我们暂时来说, 我们用的方法呢,应该是有效的。 将来如果我们要对这个半种病毒有多一些的保护呢, 始终都是要打多一些。 譬如如果你是打Sinovac,打Forking, 可能你一定要过去第三针, 去帮大家接种, 然后对这个新的病毒变种呢, 先正会有更好的保护。 陈宏林强调,该毒株的分离和培养 都是在香港大学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严格按照操作规范下进行。 研究团队正在对该病毒株进行进一步的分离与培养, 以得到更大量的毒株用于后续实验。 培养出来的病毒将用于动物模型, 以评估其传播性、免疫逃逸性和致病性。 第一步的话,我想大家前期都在做了, 就想知道,现在已经打过疫苗了, 它对这个突变株还有多大的保护力。 所以这应该是大家都要做, 我们港大也会做了。 然后另外一步就是要想知道, 它传播力是不是真的比原来的突变株, 比如说像Delta和其他的会更加容易传播, 还有就是它致病性有没有改变, 所以这些都是下面工作都会做。